要就是說把這邊呢 本來相加嘛 那你之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剛我剛剛講的 可以把它改成加減乘除 比如說乘好了 執行一下 3乘5 15嘛 甚至你也可以在這邊改成乘乘好了 乘乘執行 125 就是 5的三次方 甚至你也可以再用百分比 這個百分比就求余數嘛 所以呢 5除以3余多少 就是余數 所以把它執行的話 你看余多少 余2 有沒有 就可以把運算值先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這些運算值將來都會用到 你要很熟悉 OK 另外的話 比較少用的就是這個 除除 除除的話 除完之後留整數部分 OK 所以5除以3 應該是多少 1點多嘛 那它只會留下整數 意思就留多少 留1嘛 所以執行的話 看一下 有沒有 留下1 所以呢 請各位還是要熟悉一下那些 重要的運算值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做一個 所以把它稍微改回來改成加好了 後面呢 我們順便改個地方 所以剛剛講到的那個運算值部分 各位可以參考我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地方就有運算值 叫做 叫做 所謂的 算數運算值 這個 加減乘除這些 那請各位自己再練習過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轉型部分的話 在資料型態最重要 不外乎就文字 前後雙以後 然後呢 不外乎就是 數字 那數字的話其實還有分嗎 有沒有小數點 不過目前我們是沒小數點 可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5改成5.2 那5.2的話 它是有小數點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喔 假設用int的話有沒有 int指的是整數 所以喔 如果你今天喔 假設呢 你裡面明明是放一個浮點 一個有小數點的資料 卻跟他講說 你幫我轉成整數 對啊 你明明是一個有小數點 你為什麼 要叫我幫你轉整整 整數它又會confuse 所以如果你一執行 會發生什麼錯誤 我們看一下 理論上喔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叫做valueL 有沒有 而且跟你講說 在第三行 第三行在這裡 意思就是這個地方錯 這地方怎麼錯 value value是指的資料 也就是說 你叫我幫你轉整整數 可是你卻給我一個小數點 你是不是有搞錯了 不過我覺得python 這地方也是太嚴格了 你為什麼不 就剛才幫它轉一下 如果這個地方是vba的話 它就轉完之後變成5就好了 如果你們用過ecell的話 裡面不是int函數 它其實就是幫你轉成整數部分 所以其實有時候 ecell跟python的程式邏輯 真的是不太一樣 一個相較的還是比較嚴格 一個的話 好啦 我知道你應該 不是屬於那種很 很進階的使用者 所以我就 有一點人情味一點 好啦 錯了就算了 沒關係 但有些地方 像python就很嚴格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如果有小數點 記得轉型 你就要學另外一個轉型函數 叫做floater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要記一下floater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把小數點資料 轉型的話 這個也要記一下 所以我們學會至少三個 也就是說呢 在資料型態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這三種型態 不外乎就是文字跟數字 文字跟數字 數字裡面又分成有沒有小數點 沒有小數點叫int 有小數點的話 那就是floater 所以你會發現轉型之後的話 這樣應該執行就ok了吧 沒問題吧 執行 那你會發現它出現的話 結果呢 那就會是8.2 有沒有就ok了 有小數點 所以記得有小數點的話呢 你就要記得有個函數 叫做floater ok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個所謂的拖曳資源 這個拖曳資源的話 你想說在雲南辦第二個單元 裡面的話有提到一個第三頁的地方 那拖曳資源主要就是決定什麼 決定說比如說像常用的像這個換航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像剛剛那個資料跟資料中間 我希望換到下一行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加總冒號 我希望加總冒號有沒有 幫我把下面這個8.2呢 換到下一行的話 那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在程式裡面 加一個什麼呢 反斜線N 這個反斜線N 如果放在一個文字裡面的話 那就表示是換航的意思 ok 所以我如果加一個反斜線N的話 那你執行的結果會變成什麼 他就幫你把什麼 把這個有沒有結果冒號後面呢 加一個反斜線N8.2 ok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到一個效果 什麼樣的效果 就是在8.2前面呢 幫我呢再加一個前後雙語號吧 反正就是一個提示的方式 就是加一個前後雙語號的話 那你會想說前後雙語號 那我應該怎麼加 前後雙語號其實也是文字 所以呢 如果我假設加一個文字的話 那是不是說呢 我現在加在這裡 前雙語號 第一個雙語號 加這邊一個 有沒有他就放在這邊 一個雙語號 那後面的話應該就在串一個什麼 理論上是應該這樣 在串一個後雙語號 後雙語號的話呢 那就是一個什麼 雙語號符號 裡面再加一個雙語號 ok 但是喔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雙語號 你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應該是會發生錯誤吧 看一下執行 它結果會變這樣 結果冒號 哇 它就把那個什麼呢 轉型的內容 全部Print 想說 為什麼會變這樣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雙語號這個符號 字圓已經在程式裡面被用掉了 也就是說呢 這個雙語號 在Python的意思是 一個文字的開始 一個文字的結束 有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但是問題我又要用到這個 已經被你用了 那怎麼辦 好啦 如果說你要再用到這個的話 它想了個辦法 叫做拖曳字圓 這個拖曳字圓的話 就是說很簡單 如果你假如是要輸出 那個雙語號的這個文字 這個字圓的話 很簡單 只要在雙語號前面 再加一個符號 什麼符號 拖曳字圓符號 什麼 反斜線就可以了 所以喔 以後如果假設你要輸出的是 一個雙語號的話 那請記得啦 反正就是在前面 再加一個反斜線 它就知道 喔 原來你要輸出的是 一個雙語號的文字 它就懂了 OK 所以喔 一樣的方法 在後面這個 加一個反斜線 雙語號 有沒有 讓它來區別 不然的話 雙語號已經被用掉了 那你又來 拿來用 那不是混淆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 Python用來解決 已經被用掉的成... 這個程式的意思 這個雙語號 所以用這個方式 來解套 OK 那其實VPA裡面 也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VPA的解套方法 跟這個地方不一樣 VPA裡面解套的方法是 雙語號 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它很妙 它變兩個雙語號 一個雙語號 表示是程式裡面 文字開頭 文字的結尾 那如果你輸出兩個的話 那意思就是 你要輸出那個符號 所以程式員不一樣的話 有不一樣的解套方法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加這個 OK 加這個跟這個 好 執行看看 會不會得到最後的結果 是結果冒號 然後前後雙語號 8.2 所以這樣的話 這邊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 這邊其實也可以 Ctrl加 那最後輸出的結果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可以第一個換行的話 所以我第一個在這邊加一個 換行 反斜線 N 第二個的話呢 在我輸出的資料裡面 前後加雙語號的話 那記得 就是反斜線雙語號 它就是輸出這一個 然後面這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的反斜線雙語號 就輸出這一個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做了幾個動作 第一個 把5 改成5.2 第二個的話呢 用Flots的轉型 第三個的話 輸出剛剛的這個 拖曳資源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它其實除了這個 這個地方的那個 拖曳資源 就是雙引號之外 在那個雲端上面呢 也各位可以看到 拖曳資源這個表 裡面當然還有哪一些呢 單引號也是 因為單引號呢 在拍攝裡面 它也是 可以拿來當成 那個文字的開始 文字的結束 然後另外斜線也是一樣 斜線被用掉 所以它變成兩個斜線 然後其他還有像 大概這個表裡面會用到 其他有些比較少用的話 之後如果有遇到的地方 我們再提 比較常用就剛剛講 換行 跟那個 如果你文字 你那個字串裡面要加上 比如說像雙引號的話 記得前面加一個 這個 反斜線 這個地方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在第二單元裡面的第三頁 所以 你們如果要找那個相關參考資料 可以到 這個雲端白板的第二單元 裡面的第三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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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